每朝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報章精華內容 寫評雜要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新聞天地 主持李錦浩 鍾藝謙 早安 2021年3月3日 星期三 歡迎收聽D2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腦中 李錦洪和鍾藝謙為大家主持 各位先生 今天的新聞焦點 放回疫情方面 不是疫情有什麼嚴重的反彈 而一位注入了科興疫苗的 患有糖尿病和多種疾病的男子 打針後就是死亡 這件事引起傳媒極大的迴響 多份報章放上頭條 亦有多份報章的社論論到這個問題 這位63歲的男子患有長期病患 打針後兩天因為呼吸困難 去到醫院急症室求醫 同日死亡 遠方昨天看紀錄 才發現原來這位男子曾經接種科興疫苗 但現在還未知死因是否與接種疫苗有關 今次死亡事件 新官疫苗臨床事件評估 專家委員會會今天開會討論這件事件 今次男子死亡 仍然質疑究竟政府會否因為這個案件 殺停接種計劃 多份報章都說到 似乎都要等專家委員會開會後才會再有一個決定 殺停機會好未呢 事實上外國都有不同的例子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和疾病紀錄都會有些影響 另一個頭條都回到 將來相當鴻動國際的一宗法庭新聞 47名被指足憤港法的泛民分子 現在我們繼續馬拉松式保釋的聆訊 這個馬拉松式保釋聆訊 當然是去到昨晚還未完結 今天會繼續聆訊 至少會持續三天 第一天聆訊由早到晚接近14小時 昨天也有超過10小時的審訊 救護車也有幾度進出法院 接送一些不適的被告送院 當然馬拉松式的審訊過程 引起一些法律學者覺得 那麼擁長的審訊 其實對控辯雙方都是不公平 是違反了公平審訊的原則 亦都凸顯了今次處理這件 牽涉到國安案件的手法是十分荒謬 既然香港整個性生態 都有一些好像生與肉來的感覺 亦都可能是涉及到外國者治港 這個標準門檻是定得幾高幾深呢 在這情況下 一些外籍人士可不可以擔任香港 相關一些機構的高職呢 今天有個新聞說到 早前廣交所宣布 有關這個CO的委任問題 證監正式通過委任歐冠聲 這位外籍人士 出任是港交所的CO 接著李兆家的彭子 早前歐冠聲 有消息說會去接鵬李兆家 當時被外界質疑是否有先斬後奏的嫌疑 亦都傳出了 證監要批的時候 可能都會斷月去計算 不過廣交所昨日就表示 歐冠聲的委任已經獲得證監會通過 這次亦都是廣交所第一次委任外籍人士出任行政總裁 但坊間亦有不同的評價 究竟今次委任歐冠聲這位外籍人士去做的港交所CO 是否有利港交所的國際法都仍是一個疑問 討論問題就是牽涉到一個更大層次 香港整個政權生態的改變 好視乎人大開會有甚麼重要的議決 而特首林鄭月娥將會明天去北京列席人大會議 過去的慣例特首要去 純粹行禮如宜 甚至即日來回 但今次行程是星期四到星期日才回 即前後逗留四天 所以這個行程是絕不尋常 亦都意味著 今次人大的會議會對香港整個的政治制度 選舉制度 以至更加深層次的 整個政府部門機關 一些人士的篩選等等 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政策出爐了 所以稍後新聞解讀再跟大家詳細說 今次的林鄭 上去出席人大兩會 究竟 會否牽涉到一個香港議程 又會說些甚麼 稍後再說 先來講今天的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 初時有一兩陣微雨 天氣稍涼 日間最高氣溫是22度 吹和換至清靜偏東風 初時離岸吹強風 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 星期六潮濕有霧 現時氣溫17.9度 相對濕度75% 強烈的季後風訊號 現正生效 今日的新聞早點 帶大家看一下有多好彩 好彩當然有時是要搏一搏 以小搏大對很多人來說 拉老虎機可能是一個最簡單的 搏好彩的遊戲 這次美國德州一個女子 最近去完拉斯維加斯的島城之旅 打算坐飛機回家 誰知在機場裡的老虎機 打算玩打發時間 真是幸運 被她贏了接近230萬港元 當然 偉觀的觀眾都拍手 讚好 有網民說到 自己幾天前才在同一部老虎機 把錢放進去 亦覺得自己為她這次的中獎 做了一些貢獻 大家知道拉老虎機 都有一些方程式 一些學問來的 鄉人通熟識 不過最近都沒有機會去澳門 拉老虎機 又說到街頭圖鴉 都日前被視為一種很特別的街頭 普及藝術 當然要看看圖鴉的背景 在哪裡 圖鴉的題材在哪裡 英國有一個已經荒廢了 多年的監獄外場 出現了一幅圖鴉 被視為神秘圖鴉 但圖鴉的題材大有來頭 這次圖鴉 出現在英國倫敦西南部雷丁監獄 一座已經刪了超過8年的監獄外場 出現了 這次圖鴉是怎樣的呢 一個男子 就是頭戴一個鴨舌帽 用一個床單的繩索 吊著一部打字機 整幅畫就好像 爬出監獄的圍牆 亦被人覺得 會不會是神秘街頭藝術家 Bensky 的新作畫 有人猜是出自首筆 當時人沒有回應 但為何會大有來頭 有媒體就認為 這次圖鴉的畫中人 就是維多尼亞時期 受到愛爾蘭斯人王爾德 他在1895年至1897年 曾受籌於這座監獄 並且作一首詩 就叫做雷丁監獄之歌 去控訴當時的殘忍刑罰制度 雷丁城市香港人認識不深 不過知道有隊球隊雷丁 都打過上英超 說回這次圖鴉的作品 如果我們只是看圖片 真是高手之作 整個構圖和形狀 都是為超為妙 除了運用以前圖獄用的床單 綁條繩之外 亦都扭著打字機 證明這位圖鴉的對象 本身有些文化了 這幅作畫 究竟是否出自街頭藝術家 這位圖鴉的風格 再看看之後他有型不型 看完新聞 早點當然也要看兩岸時評 今天繼續說台灣的菠蘿風波 台灣經濟日報的社論 今天說到化解鳳梨危機 不能只靠反中 說到中國大陸日前宣布 多次從台灣入口的鳳梨 檢出一個介殼蟲 為了防範疫情 並且確保農業安全 3月1日起暫停輸入台灣菠蘿 表面看是一個單純經貿問題 但操作上和台灣的回應 其實也透露了兩岸政治 在過招之下的空欠 台灣應該謹慎應對 以免傷害擴大 經濟雖然都是聯合部系 但基本上他都以經濟主導 都比較客觀理性 這邊的社評 其實都是稍稍把握了一些政治的標籤 他有兩個論點值得我留意 第一是 大陸是台灣農產最大的出口市場 有43個農產品是出口大陸 為何那裡是享受到一個零關稅 一方面運費便宜 一方面就不用關稅 所以那個利潤是相當深的 另一個角度就是 說到現在兩岸之間已經沒有了一個對話機制 即是驚海協的對話機制沒有了 那怎樣處理問題 各自喊話 各自解讀 只會令到這個矛盾 這個隔膜更加深 和更加難以填補到 所以兩岸一個資商的管道 現在中斷了 各說各話的時候 都無助解決問題 究竟日後 除了鳳梨外 會不會有更多農產品 或者其他商品 都會禁止入口呢 再看看兩岸會不會是一個適切的管道 還有一個合適的溝通 講完台灣的時評 當然又再看看 環球時報說到 以壓制中國發展為目標的策略是邪惡的 事關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發表了2021年的貿易議程報告 就指責中國通過脅迫性的不公平貿易 侵犯美國的利益 並且表示 美國會用一切可用的工具 去建立一個更加有系統的全面戰略 去應對中國的挑戰 社評就講到 其實跳出中國本位 來看今次美國強硬的對華政策 是可以找到 當中一些傳統地緣政治的邏輯 就是美國就不習慣中國崛起 當然這篇社評那些戰狼的色彩 稍稍收斂了 都講少少道理 不下之意都講到 美國為何會輪到這麼邪惡的手段 去壓制中國發展而不讓呢 十四中國人民呢 可以有更好的日子 這個呢 你都看到 中國其實都感受到 美國對華政策那種的強硬 以及延續特朗普路線 對中國的發展勢頭 所帶來的那種壓力 好 講完這個兩岸時評 當然要看看 今天 眾多報章都講到這個疫苗的情況 世衛都講到 其實現在這個疫情 其實即使有疫苗 都難以在今年的年底結束 國際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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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匯報總結 亦都帶出了 究竟 疫情的發展 短期內展望如何 世衛就在 星期一 如果只是依賴疫苗接種 就是錯誤 今次新增確診病例擴大 是令人失望 但是不意外 因為如果各國 要完全依靠疫苗接種計劃 而放棄其他措施 現在來說 都似乎太早 如果真的有了疫苗 就放寬了所有衛生措施 就是放棄了 應對疫情的基礎 當然這個警告 大家都明白 但是不同國家面對經濟困局 有時都不可以不放寬 也有些國家習慣了民族性等等 是自由慣 你長期壓抑 也可能對執政政府來說 很大的壓力 所以世衛的角度 當然有它的權威性 但是去到不同國家的政治 經濟現實 又另一回事 不過其中一點是實際的 例如世衛 為公共衛生緊急計劃 執務主任瑞安所說 如果以為今年年底 能夠結束疫情的想法 是不成熟 也都是不設實際的 這次疫情的回升 其實很大程度 都是與各國的放寬防疫措施 以及病毒變種有關 美國的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這個CDC警告 變種病毒恐怕會令抗疫成果 前功盡廢 因為最新的研究顯示 巴西P1變種病毒的傳播力 是其他新冠病毒的病毒株的兩倍 更能避過人體內抗體 降低疫苗的效用 所以今次聽說 其實相比十個星期前的疫苗接種計劃 開展前 現在全球目前抗疫 亦是比較好的狀態 但如果現在就說疫情已經受控 真是言之上早 疫苗本身都不斷提升它的效用 但亦都好像這場競賽 病毒本身都不斷變種 譬如根據《金融時報》報道 都發現了巴西Pi變種新冠病毒的傳播 已經影響到二十多個國家 可相信傳播的速度和面是相當廣泛 所以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 會不會好像世衛所預料 今年年底之前都未能結束 香港是否真的 將抗疫的成效 或者抗疫的手段 完全依靠疫苗的接種計劃 就能夠做到全城 人人安心 亦都可以同時間放寬所有抗疫措施 亦都要看回這次的變種病毒 首先會不會傳進來 以及香港的接種比率 又能否達到群體面才是關鍵 時間來到8時 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D1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老總李錦鴻和鍾麗謙為大家主持 歌上我們引述的是世衛最新的回報 亦都對全世界發出一個呼籲 不要太早高興致 也不要太早放鬆了很多的預防措施安排 事實上不能太依賴疫苗 就可以將疫情完全在今年內壓止 當然這個問題 在香港都會引起不少爭論 特別是昨天都發生了一宗打荒疫苗 是死亡的一位男子 亦都引起了大家 打疫苗為何會這樣的情況 亦都很多人關注了 就是如果今次死因和疫苗可能有關 亦都可能無關的時候 究竟當中牽涉了 政府早前說到會有一個賠償基金 究竟這個會不會真的可以賠得到給當時的家人 亦都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元素 但是說到疫苗始終都是一些外物打進身體 每個人的身體反應都可能不一樣 但是外物就不只是疫苗 今天就說到人大開會的時候 不停吹風 就會去動區議會117個選位 席位的機率都很高 如此外物似乎造成影響 有人歡喜 亦都十分擔憂 究竟香港的選舉制度未來會怎樣變形走樣 三好新聞解讀再跟大家詳細說 先來看今日的報章精華 報章精華 蘋果日報的頭條就說到 醫管局緩報科興嚴重事故 唐尿漢症後兩天死亡 明報一樣就說到 三高六雙男子打科興後兩天後死亡 東方頭條就說到 司法暖農亡命審 國安女犯等到暈 南華早報一樣就說到 47名民主派人士 馬拉重複審訊過程 星期頭條就報導疫情 63歲的長期病患者 接種兩天之後死亡 防護中心說是未確立 是跟疫苗有關 大公報就說 專家撐疫苗是安全 市民說不打 怎樣去抗疫呢 文匯報 有人是亂填這個紙仔 令到安心馬是廢了武功 經濟頭條 市區新盤跨區激戰 維港匯一快快就會開價 信報就引述到 郭樹青擔心 國內國外金融泡沫就會爆破 星島的報導就說到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劃 就懷疑出現手中死亡個案 一名63歲有糖尿病 高血壓和慢性滋氣管炎的 長期病患男子 在上個月26日接種科興疫苗之後 在上個月28日凌晨1時30分 因為呼吸困難前往醫院求醫 並且同日不治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健民表示 未確立事件與疫苗接種有關 將會由今日召開的專家委員會 討論前因後果 他指在未確立事件與疫苗接種有關前 是不會煞停接種計劃 另外內科部門主管陳偉文表示 在搶救過程中未發現 這位病人有過敏反應 星島的報導 蘋果引述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成員王志基的回應 他說 隨著接種人數越多 越來越有更多接種後 是不適的個案 對於在什麼情況下 需要煞停接種疫苗 他表示 煞停接種其中的效率 出於副作用的風險大得很厲害 例如美國每21萬人接種疫苗之後 只有一人出現過敏 但香港每100人接種就一人出現過敏 幾萬人有過敏 是不可接受的 於是就需要慎重考慮 是否需要煞停 這是來自蘋果的報導 明報引述了香港醫院藥制師學會會長崔俊明的看法 崔俊明認為 死者接種後兩天出現急性呼吸困難 與疫苗接種相關的可能較尾 因為接種後會出現過敏反應的人士 大約八成在接種後30分鐘內就會出現 大約20%或者因為身體免疫系統特殊情況 會在一兩天後出現延遲性過敏反應 他也提到 一般來說吸煙瘀酒的接種人士 出現副作用的風險比其他人高 若萬性疾病的控制欠佳 接種疫苗也有可能令萬性病惡化 明報報導 明報提到醫管局7個Beyond Tech的疫苗接種中心 今天開始接受預約 下星期三啟用 當中位於西灣河體育館的中心 是由港島東醫院聯網負責 場內14個接種站 每天可以為2,000人接種 預期每天需要30多名醫護住場 該聯網令會為院舍提供外展 Beyond Tech的疫苗接種服務 預料外展隊每小時 為3、4名長者注射 參與院舍數目有待 內置明報 明報的另一則報導指出 本港在現涉回港二新冠病毒確診 一名28歲男子經回港二返港後 被敏感多了 星期日在上海確診 這名男子在11日涉足深圳 香港和上海 本港衛生防護中心指 部分潛伏期在深圳 曾與他兩度在香港開會的 香港科技大學內 一所私人公司的68歲男子 上星期三病發 昨日公佈確診 有醫生指 鼻敏感與新冠病毒的病徵相似 68歲男子的病發時間 又與開會的日子接近 難以判斷究竟是誰感染誰 明報的報導 星島確診個案繼續陪在雙位低數 昨日新增13宗 其中4宗是源頭不明 累計有49人染疫的明朝食館 昨日並未有新增個案 但仍有11名曾在高危時段到訪的食客 尚未聯絡衛生防護中心 明朝食館爆疫或是因為短距離的空氣傳播 而且它的先鋒量也較排照的標準低 占一咀K11秒C決定終止這間食肆的租藥 來自星島 星島的另一則報導就說到 政府上個月18號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並准許食肆可以晚室堂食到晚上10點 但規定市民進入食肆前 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或登記資料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偉衡昨日表示 港鐵應該積極考慮使用安心出行 但明白港鐵在運作上要配合和考慮 不過政府已經準備就緒 提供相應支援 星島報導 蘋果4月7名參與民主派初選人士 被警方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星期一直踩近14小時後 昨天早上繼續 雖然有部份被告不知暈倒 但國安法指定法官蘇維德 昨天仍然堅持 由中午審到晚上10點半 兩日合計審了24小時 餘下8名被告留待今天12點 再次開庭處理 蘇維德表明不會花太多時間思考裁決 今天可以完成保釋程序 有法界人士批評有關做法不人道 其中自然一生奉公守法 不明為何成為街下囚的大律師劉偉聰 已經三天沒有洗澡洗頭和換衣 這是蘋果報道 明報報道 47名民主派因為35家初選被控寸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前提堂 法庭一次過審理中被告的保釋申請 馬拉松式審訊到昨晚仍然未結束 今天是繼續 至少持續三天 首日的聆訊由早上到昨天凌晨2點多 審理近14小時 期間有被告不惜暈倒 案件昨天繼續審理超過10小時 救護車幾度進出法院 將不惜被告送入院 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批評 如此擁場審訊對於控辨雙方不公平 亦違反公平審訊原則 突顯案件處理手法荒謬 曾擔任站委裁判官大律師郭敬憲表示 以往控方會將涉案者眾多案件分拆處理 安排不同日子 法院審訊完全可以避免折磨被告 明報報道 升到47名參與民主派初選人士遭到檢控 以來西方多國家的批評 美國國務院為人普賴斯譴責拘捕行動 令事件再次說明 港區港版國安法被用作扼殺不同意見 促整香港當局立即釋放他們並撤銷控罪 又呼籲北京停止碎入香港自治和民主過程 加拿大外長加樂若對起訴行動感到不安 呼籲有關當局維護權利和自由 以符合中英聯合聲明下的中國國際義務 來自星島 明報報道 政府引用港區國安法起訴47人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當中包括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醫管局昨日表示 就一名員工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 醫管局按既定程序會對涉事員工作出停職安排 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出堯就表示 余慧明合約預計今年9月會戒滿 擔心醫管局是不續約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就表示 感到今次的停職是有政治承判 明報報道 蘋果商報道也是引述 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的回應 一眾理事是透過新聞才知道 余慧明遭停職的消息 但相信醫管局的做法是 對橫壓員工的一貫處理方法 余慧明合約將於今年9月到期 工會現階段仍難以判斷 醫管局將會如何處理他的合約安排 但估計他很大機會是不獲續約 並且會不再事醫管局員工 而失去是擔任工會主席資格 這是來自蘋果 星島報道 全國兩會今個星期四和五會開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天經深圳到北京 第二天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 多名港區人大政協昨天啟程 經深圳到北京 港區人大代表馬逢國和葉國謙說 會議有機會臨時加插香港相關議程 其中後者預料 取消選委會117席 區議員席位機會較高 日前深圳出席外國者治港座談會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認為 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 應該由新興企業或對內地更有認識 可以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的人事取代 同樣有出席座談會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指 會上不少人士建議設立 由港區人大政協等組成的機構 審查各級選舉的候選人 就指建議得到絕大多數與會人士的贊同 星島報導 明報 全國政協和人大兩會 分別在明日和後日開幕 港區人大政協昨天經深圳做完新冠病毒檢查 今日上京 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出發前表示 高辦主任夏寶龍繼日在深圳召開座談會 研究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看應這次兩會很大機會加入有關香港選舉制度議程 他預料取消117個區議會選委席位的機會很大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形容 取消區議會選委議席倒退 另外港區人大代表陳曼琪亦表示 他將建議設立香港公職人員資格審查委員會 這是來自明報 星島報導報導報導 港交所早前宣布委任歐冠昇 為集團行政總裁 接替去年底離任的李兆佳 但因為當日公布時 表示任命還要等證監批準 被外界質疑有先斬後袖的嫌疑 亦有傳證監審批或要以月計審批 不過港交所昨日表示委任已獲得證監會通過 今次是港交所首次委任外籍人士出任行政總裁 有意見認為將會有助港交所步向國際化 星島報導 好 再看另一宗法庭新聞 佔中三子戴躍亭陳建民和朱耀明及另外六人 在前年被裁定串謀犯了公眾防擾等罪名成立 他們早前就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 案件在上訴庭開審 其中代表戴耀廷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 港師張大明指出 三子發起佔中的初衷目的在於啟發大眾對政改的關注 而雨傘運動首日發生的事情並非三人計劃之內 因此將當日的事講成由三人串謀並不合理 來自明報報導 繼續看報章的社評摘要 經濟日報的社評講到 本港優先群組開打未幾 昨晚傳來第一宗有長期病患者疑似接種後死亡的個案 雖然當局需時評估及調查個案是否關乎疫苗 但言之昨晚才發稿不單止誤了時機 未能夠查明第一之前做好危機管理 以早及早以客觀的數字取信公眾 穩住打疫苗的信心 正如官方早前的電視宣傳 就被指不夠清晰來自經濟社評 信報都輪到說香港疫苗接種計劃 開始無幾內奏的種死亡個案難免打擊信心 政府無必要盡快查出死因意識公眾的疑慮 即使腦翁死亡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政府都有責任說明清清楚楚 究竟哪些人適合或不適合接種疫苗 借此避免增加不必要的風險 而整體大方向來說 接種疫苗是戰勝新冠病毒的希望所在 政府應該提供最合理的安排 好讓社會及早恢復正常 來自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到 疫苗接種計劃剛剛開始 各方需要時間適應流程安排 初期無法一下子就火力全開 但硬見幾十萬劑疫苗 今個月內避而不用 公眾難免質疑政府太慢版 未有急市民所急 政府以傳聞接種為目標 以現在的速度不知何時才能實現 當局既然鼓勵市民 互幾互人齊打疫苗 就有責任加快接種計劃的步伐 明報社評 星島 官乎近日的情況 部分接種中心一早就爆滿 變成了人手不足的問題 很多私家診所預約而超額 要求增加分配劑量 政府應該及早去部署疏到 以應付急增的需求 令接種人數可以更快達到目標 政府還需要推動更多私家診所參與計劃 爭取由目前的八百多間 是增加到一千五百間以上的 這來自星島 文匯的社評就說到 在防控措施逐漸放寬的情況之下 要避免疫情反覆 就必須加強追蹤等的控疫措施 更加不能夠全靠市民自律 政府應該是強制推行表列處所掃描安心出行 不能夠因為有人反對而退約 否則對其他守規矩的市民是不公 亦都不利整體的疫情防控 來自文匯社評 評論標題是陳茂波的癡人蒙華 不爭的事就是 當華爾街紐盡6人力求降低集資成本時候 陳茂波卻以成本高昂的IPO集資方式為榮 企圖透過加稅發展以至幫助加稅發展至吃重金融業 豈不是一個堅離地的癡人夢幻嗎 來自《蘋果社評》等有新聞解讀 解讀下 今次即將召開的兩會會議 特首會留在北京四日當中有什麼玄機呢 其實經過那個辦主任夏寶龍來到深圳召開這個座談會 表面是廣納香港不同的人士的意見 其實那些意見都幾統一 其實是一個要統一思想戰線的一個基本動作 接下來也都看到連日來都有很多的文章出爐 也都呼應著這個愛國者治港的一些的說明 那大家的口徑都好一致了 那時候呢 其實正直這個人大兩會召開至前直 所以今次這個深圳的共識也都成為了 來定香港新的政治遊戲 一個藍圖 那時候 林鄭月娥就明日就會是北上 那這次就不是即日往返 不只是行禮如宜出席下那個 列席這個人大開莫乃 而是有四天的行程 相信這四天也是行程緊袖 會接觸不同的京官 也都講到香港更加深層次問題了 究竟這個兩會議程裡面 會不會增加香港議程呢 都還是未知之數 但是呢 若果是增加這個關於香港選舉改革的議程 有人大代表團的召集人 馬逢國也都講到 如果真的增加 就不會感到意外 也都講到 這個選委會 立法會和區議會 都是時候要去檢討政策 早前也都陸陸續續 有不停的人士出來就著香港選舉制度的改變 提出不同的建議 包括一些入閘資格的審查 特首選委會要改組 立法會的組成 甚至立法會直選的選舉方式要改變等等 不同人士都有不同的長意 但是究竟今次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去到深圳 再去北京 去出席這個兩會的時候 究竟她的角色是什麼呢 究竟是會 反映現在香港 究竟這個選舉制度有沒有問題 還是純粹是摺紙呢 純粹知會 而不是沒有聽林鄭的意見 這個呢 真是很難去看到 但是如果根據佳叔劉兆佳 昨天在這個內地媒體一個訪問都提到 這次有關這個愛國者治港 其實北京是有一個更高的要求 所以呢 相信區議會的議席全部都關掉了 這個沒有什麼懸念 會是這樣做的 區議會的角色選舉 但是是不是這個愛國者治港的理念 是更加延伸到政府的執政團隊高層 譬如常備是不是都要呢 這些重要的機關組織 是不是全部都有個政治審查呢 那這個牽動呢 就相當大 所以這個也都需要林鄭的配合 那她們在理論上都應該多些聽聽 是特首的意見 如果一個這樣的政治絕對提升到這麼高層面上的底下呢 那整個管治問題會不會出現一些問題出現了呢 那這方面 林鄭敢敢講真話 還有呢 敢不敢去舉你力爭呢 又不是 又不得爭呢 那到不到林鄭去講 都是一個問題 畢竟林鄭是特首啦 但是中央要了解香港情況 不一定要靠特首去述職 上面還有中聯辦的主任 以及國安公署的人員 有一個最直接的匯報 可能是比特首自己說 更加貼近中央想聽到的事情 但是啦 講到愛國者治港 其實講來講去 都是牽涉到一個安全係數的問題 剛才路中所講到 究竟公職人員等等 是不是一定要有些宣誓 或者審查委員會等等 亦都牽涉到 這個香港選舉制度的改變 都是牽涉到一個安全係數 畢竟啦 可能是一個選舉結果 如果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機會大了時候 中方的信心亦都比較不太安心的時候 今次透過各種的入閘門檻的審查 或者一些選舉委員會的一些集在這裡的時候 的確是可以令到中央是安心 但是外界看到的一個客觀的效果就是 選舉似乎就沒有什麼代表性 當然這個已經是將香港所謂有民意代表的代議事 基本上是咳是咳,拉是拉,刪是刪 但如果照現在的趨勢來說 已經不單止是管治團隊 管治架構的改變 可能落到更深的基礎當中 例如你教育制度 對媒體 甚至對很多法律界 那些不是律政司層面 可能去到一般的律師 法律界的朋友 是不是都會有些改變 這個亦都從這次人大會議當中 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那究竟人大代表 或者兩會究竟 最終又不是真的有這個香港議題呢 稍後應該陸陸續續 有些報道出來 究竟香港會不會有這個改變的情況出現 時間來到8點半 下個節目是風波女的茶杯 D100新聞天地 明天再見 拜拜